現在外面的氣溫好了 在變天之前 現在外面 有熱的 早上6點多 北部地區19度 南部地區已經有21度 甚至在橫沉是23度 不過這樣的溫度 大家趕快看 趕快感受一下 明天早上 大概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來看看地面天氣圖 發生什麼事情了 其實今天的狀況還是 多雲道行 穩定的天氣 甚至是偏熱的天氣 像今天北部的高溫有29度 不過你有沒有看到 已經有一道封面系統出現了 後面等一下先很密集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強烈大陸冷氣團 所以明天封面會先開始報導 然後帶著強烈大陸冷氣團進來 明天氣溫會明顯的下降 而且從明天開始 全台下雨的狀況 都會變得很明顯 影響的時間 大概是從今天的深夜開始 今天的深夜 基隆北海岸 大概就會開始下雨了 明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北台灣的觀眾朋友看到窗外 大概就是已經是陰天 甚至已經開始有下雨的狀況 所以明天白天的高溫 就北部地區來講 你看今天29 明天爆18 等於今天會做這樣個11度左右 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明天就會感受到 後面這個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威力了 中南部白天還不見得 明天可能到中南部要到晚上 傍晚過後天黑之後 冷空氣也會逐漸的逼近了 下一波 超強烈大陸冷氣團的規模 它的強度 目前看起來很接近寒流 差一兩度 有可能就會變成寒流了 所以從這個29度的夏天 突然砰一下 這個強烈大陸冷氣團要來了 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從今天到明天 你知道後天 這氣溫是這樣 實現下降的 務必特別的注意 像今天可能可以選擇 輕薄透氣的衣服 我昨天已經穿短袖了 但是明天 羽絨外套 大衣又趕快拿出來穿了 因為就在下個星期一 這個收假日 上班上學日 又會變得又濕跟又冷 特別是因為這一波 再加上封面下來的關係 所以下雨的狀況會變得明顯 先有心理準備好嗎 好天氣只剩下今天了 而接下來整個天氣走勢 我們趕快一起來看看 明天還是最後一天的假期 不過我剛剛提到 明天就開始封面通過了 所以全台都會有下雨 在封面通過的時候 雨勢是比較明顯的 北部就已經開始降溫了 高溫要夠降個11度 中南部大概要到傍晚 才會感受到比較明顯 下個星期一 這個強烈大陸冷氣團 全面籠罩 全台都會變得濕跟冷 然後溫度就會下降了 下個星期一 目前看起來 北部的低溫已經差不多來到10度 中南部大概是11 12度 最冷的時間 就是星期一的晚上 到星期二的清晨這段時間 不過從星期二開始 因為水氣會逐漸稍會減少一些些 中南部會轉為比較乾冷的天氣形態 雨會比較緩和下來 不過因為持續有吹東北季風 所以北部東部 特別是宜蘭 基隆北韓這些地方 還是持續會下雨 星期二到星期三 以北部東部來講 還是又濕又冷 最快最快要到星期四 溫度才會逐漸的回升回來 下雨的狀況會不會緩和 目前看看後面水氣的變化了 所以接下來請注意 好天氣只剩今天了 太陽好好把握 因為明天開始你看到沒有 都是下雨的天氣形態了 至於今天各地的溫度 我們一起來看看有夠誇張 來北部地區有沒有看到 高溫29度 降雨機率10% 都是艷陽高高掛 今天可能戶外活動的話 要選擇比較輕薄透氣的衣物 中部地區一樣高溫29度 也都是晴朗的天氣 南部地區也是 你看27 28度的高溫 台南來講21到27度 降雨的情況已經好轉了 所以可能出太陽的情況之下 對於後續的救災工作 會比較方便一些些 好 再來東半部 今天水氣一次最主要是影響 是東半部了 所以花蓮台東有30%的降雨機會 宜蘭是20% 外島三個地方一起來看看 今天來講外島的天氣狀況 還算不錯 但是因為我們是在風前暖區 偏南風的一個情況之下 外島就容易起霧囉 所以要提醒 今天要搭機往返 金馬婆湖的觀眾朋友 特別的留意一下 最後天氣不可不知 來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囉 首先北部營封面 在今天深夜 封面就會接近了 所以白天你可能 還可以享受陽光 但是大概天黑之後 到夜裡這段時間 特別注意了 降雨就會逐漸明顯了 今天要比較晚一點回家的 觀眾朋友 北部營封面這個地方 特別是像金龍北海 北部山區 宜蘭 就要記得帶雨去了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金門 我剛剛提到了 目前是有農務特報的 能見度不到200公尺 飛機是不能飛的 馬祖還不到濃霧 現在是薄霧 但是可能燒完一點 霧也會再更濃一些些 所以以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講 其實不只外道啦 西半部有一些空曠的地方 可能也會有些低雲 或是霧的狀況 特別的留意一下了 而空氣比之間 整個西半部地區 都是不好的 跟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也要記得戴個口罩了 以上就是這節 最近的天氣狀況 今天天氣還算不錯 但是請把厚重的衣物 準備好了 因為明天就要派上用場了 還有一些衣物